这是秦武王一生最后悔的决定 为了测量周王鼎的重量 他用尽浑身力气将重于万斤的周王鼎举过头顶 四周的大秦将士纷纷喝彩 秦武王却是突然一口鲜血喷出再也没有站起来 刚刚登基的营荡一心想完成父亲的遗愿 东出统一天下 为了这个目标 他开掉了主张以邦交为主的相国张仪 将目光盯上了周天子所在的一样 举全国之力想要打下这个地方 让天下知道他东出的决心 一众老臣纷纷阻拦 早有准备的营荡却一句话也不听 直接令心腹甘茂领兵出战务壁拿下遗愿 这是营荡登基以来的第一战绝不允许失败 甘茂也没有让他失望 居然真的打下了有四十万大军守卫的遗愿 活捉了周天子 营荡亲自来到遗愿想要将人请到秦国 从此携天子以令诸侯 本王此来只想邀请天子入秦 从此秦国护从天子 天下只是天子不必烦心 早已经名存是王的周天子对这一场景并不意外 自从周游王烽火系诸侯后 天下便早已经不是周家的天下 可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周天子一个人打不过秦国 但他很清楚 其他六国不会眼睁睁看着他落入一国之手 这无疑是踩在了六国的底线上 面对六国的威胁就连赢荡也不得不放弃带走天子的想法 你一敌六的秦王没有必胜的把握 总有一天 王要让天下臣服 然而好不容易来到夷阳 几百年来 赢荡也是第一位打到天子面前的国君 他不想就这么草率地离开 听说周朝自古相传九鼎 昔日楚王想要测其重量没有成功 今日 他就要再办一件所有人都没做到的事情 我与这三位秦国立士 各个必立千金 只要一事 便可知 顶之轻重 被基于厚望的大立士走上前来 一个用力便将顶举了起来 可还没等反应过来 就被活活地压死了 第二个在上依然没有坚持一秒钟 终于让淫荡慎重了起来 可他没有害怕 反而是更加的兴奋 举起这谁也奈何不了的周王鼎 才配得上他秦王的身份 然而淫荡没想到 他会为这个决定付出多大的代价 王若是不举此顶 必被天下人耻笑 心腹大将甘茂第一个跳出来反对 他早就知道自家大王室的憨憨 才发现不止憨还有点傻 真喜欢九鼎可以搬到秦国漫漫玩 犯不上在这里拼命玩 最爱的宠妃更是以死相见 口口声声淫荡要是真的举顶便撞死在这里 可二人的话 淫荡却是一句话都没有听 王妃就是清挂寡人 两位寡人喝彩不如威 两臂一个用力 重于万金的周王鼎居然真的被淫荡举过头顶 然而就当他要转个圈圈好好威风一下时 却突然一口鲜血喷出当场倒下 一旁侍卫的甘茂赶紧将人抬回去 可当于一看完之后还是摇了摇头 淫荡强举周王鼎 此时已经全身骨骼进阶断裂活不过一个时辰 知道自己不行的淫荡不得不想 下一任国军应该选谁 看着身边的楚妃一个名字浮现在淫荡的脑海 如今秦国宗室也唯有弟弟淫荡刊子大人 当初秦桂文王甚至有心肺掌利用 如今他要不行了 让淫荡继位也是碎了秦桂文王的心愿 他叫来甘茂宣布遗址 可没有宗室元老在场也没有提前智慧太后 甘茂怕此时没那么简单 然而此时的淫荡已经没有时间考虑这么多 用尽最后的力气将王位传给淫荡 淫荡为王速速前回秦国 这位仅仅在位四年的秦武王就这么永远倒在了床榻上 很多人说他没长脑子 堂堂的秦王却非要举什么周王顶死了也是活该 然而那时的秦国已经站在了列国的顶端 如果继续折坏 很可能会给其他列国可乘之机 颐阳是堵在秦国东出路上的绊脚石 打下了一阳便彻底为秦国东出扫清了障碍 可以说淫荡在他有限的生命里 为秦国开辟了一条统一天下的道理